3月30日上午,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海南博敖出席博敖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开幕式,并发表题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,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的主旨演讲。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,西班牙首相桑切斯,马兰西亚总理安瓦尔,科特迪瓦总理阿西,哈萨克斯坦副总理科伊舍巴耶夫,蒙古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胡日勒巴特尔,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和来自五大洲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政界、工商界和智库学者代表参加。 李强表示,当今世界,不稳定、不确定、难预料成为常态,人们迫切希望能有更多更强大的确定性力量,推动世界朝着美好的未来前进。 十年前,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,此后又进一步提出全球发展倡议、全球安全倡议、全球文明倡议。 十年来,中国以务实行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,取得一系列重大实践成果。 事实证明,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进步的旗帜,成为推动世界持久和平、共同繁荣确定性力量的源泉。 李强指出,要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旗帜,携手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,打造世界的和平稳定锚,增长动力源,合作新高地,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。 第一,共同守护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,为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,注入更多确定性。 第二,共同打造更具活力的增长中心,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更多的确定性。 第三,共同拓展团结合作的有效途径,为深刻变革的全球治理,注入更多的确定性。 第四,共同推动人文交流,走生走死,为不同文明的交融共生,注入更多的确定性。 李强强调,在不确定的世界中,中国的确定性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流砥柱。 从未来看,中国发展的目标和前景是确定的。 中共二十大明确提出,以中国式现代化,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。 不论世界发生什么样的变化,我们都将始终坚持改革开放,创新驱动。 一个长期稳定,一心发展的中国,一个脚踏实地,勇意前行的中国, 一个自信开放,乐于共享的中国,一定是世界繁荣稳定的巨大力量。 从当下看,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和态势是强劲的。 我们有信心,有能力,推动中国经济巨能,乘风破浪,行稳资源, 为世界经济发展,做出更大的贡献。 只有我们携起手来,团结合作,迎挑战,开放包容,触发展, 就一定能给亚洲,给世界带来更多的确定性, 开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。 感谢观看